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高走高盘 中场现货大涨了102点 而8月期指也同步大涨了99点 那么在公布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之前 我今天要来做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按照惯例 我要继续分析 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 给全国投资朋友来看 来分享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透过今天的行情 在我内心深处 我有一些感触 有一些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我想要讲给全国有上电视的头顾老师来听 这些肺腑之言 如果你刚好是头顾老师 你又正好在收看我的节目的话 我希望你能听看看 因为这些话 我就是要讲给全国有上电视的头顾老师来听 因此今天的节目有两个重点 刚刚已经讲过 第一个重点 按照惯例来分析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 那第二个重点 我有一些肺腑之言 要讲给全国有在上电视 现在此时此刻 你每天有在上电视的头顾老师来听 那首先要讲到今天的操作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同志朋友 你在昨天有看我节目的话 还记不记得昨天的行情 我想你应该都还记得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告诉你什么事情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是不是分析了 做错行情有三种人 各位你还记不记得 我是不是分析得很清楚 那在今天我们相反的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各位今天的行情它出现一个开高走高的一个趋势盘 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我们来分析 诶 怎么跟张不一樣 张是做错行情的三种人 那今天咧 哎哟 老师你那些看对行情三种人 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各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开盘价就是最低点 它叫9161 最高点它叫9249 在12点52分 那么今天的区间呢 还是有88点之多 还是有88点之多 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 看对行情又可以分为哪三种人 这很重要嘛 我想今天的行情咧 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其实你都看对 为什么 很简单 昨天欧美股市咧 整个都大涨嘛 那今天早盘咧 8点多日韩的表现 也相当不错嘛 因此我敢说啊 那个今天看空啊 你做空啊 赔掉大钱的 那个我们不要讨论 那个不在比赛范围内 我们今天来讨论 够资格参加比赛的这些人 也就是看对行情的这些人 你不要以为看对行情 每个都赚钱哦 不是这样哦 各位 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我们来探讨一下 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今天没意外的话 应该都是看对行情 也就是看多 也就是看多 都看对行情 可是看对行情啊 我说他也区分成三种人 哪三种人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 有两种人 这三种人里面 有两种人 他叫制作聪明的投资人 有两种人 他叫制作聪明的投资人 来我们先来讲第一种 看多看对了 而且在早盘 很早也就进去做多了 各位 为什么说他制作聪明 看多哦 早盘很高兴哦 行情因为有往上涨 可是往上涨 涨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假烤啊 制作聪明 起到这差不多啊 我开始来放空 这是不是制作聪明的表现 起到这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起到这多了 我来放空 早盘很高兴的做多赚钱 可是只有赚一点点 后面呢很伤心 为什么 进场去做空之后 不但没有赚到钱 甚至于倒吐回去 原本上半场很开心 而这上半场维持的时间 绝对没有很久 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因为涨上去了嘛 很高兴的把多单卖掉嘛 接着去放空嘛 到了收盘发现 原来今天做多呢 可以赚这么多 这是第一种 制作聪明的投资人 可是这种人呢 他不但看对和做对哦 可是下场呢 却是上半场开心 下半场很伤心 这是第一种人 这叫看对行情的第一种人 那第二种人呢 也是制作聪明的人 今天早上来我们拉近一点 开高嘛 来拉近 开盘价格要9161嘛 当时已经开高了嘛 什么叫第二种制作聪明的人 开高之后 哇 一开盘就涨上去 我要买低一点 我要当一个聪明人 我等他拉回 我等他拉回 我要买在今天的最低点 结果 越等行情涨上去 越不敢买 越等行情涨上去 越不敢买 一路到收盘 从开盘就说要逢拉回 早买一点 一路不敢买 一路傻傻的看 看到收盘 可是他看对哦 他是想做多 他是看对哦 结果浪费一整天的行情 什么单都没做 多单看对了 却没有赚到钱 这是第二种人 知不知道 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那另外一种人是什么 我说了 跟昨天一样 我说昨天看错行情 有三种人啊 有一流的老师 二流的老师 跟三流的老师啊 在今天一样哦 刚刚我已经讲了哦 有两种人哦 第一种人 明明看对了 也做对了 可是假老 做到一半 去放空 到收盘 没有赚钱变赔钱 第二种人 假老 以为会拉回 想要买更低 结果一路傻傻的看到收盘 不敢追 就浪费一整天的行情 那第三种人呢 各位 接下来就请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一流的老师 就在今天早上开盘的一分钟 开始张大年眼睛来看一下 什么叫一流的操作 来 拉近 这个一定要给投资本人看清楚 这叫八点四十六分 开盘一分钟 各位 棋子目前 在9175附近 干什么 直接试驾做多 直接试驾做多 进场的时间在什么地方 在八点四十六分 你永远不敢相信 有谁敢再开盘一分钟 就这么笃定的 去做多 大概只有真音节 9175附近 直接试驾做多 八点四十六分 我想请问你当今天 你那些看对的投资朋友 在八点四十六分 请问谁敢直接试驾做多 谁敢 各位谁敢 因为你们不敢 所以你们永远是 二流三流的人物 只有一流的人物 亚洲棋王他才敢 八点四十六分 我们再看一次 来 拉近 给投资朋友张大眼睛来看清楚 9175附近 直接试驾做多 在八点四十六分 各位 如果今天的盘 你没有在这个时间里做 你后面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因为后面越长越高 你根本买不下手 在这个地方棋王出手 9175多单进场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 我们来进行对价对食 八点四十六分我出手了 来拉近八点五十一分 9173 完全穿架成交 各位 完全穿架成交 各位这还不算什么 我说说成为一流的操盘手 你不但要做对之外 更重要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9175全体会员都有 通通都有 八点四十六分我就发口讯 叫你来操作了 我说光这样还不够 在趋势盘发生的时候 真正一流的操盘手 他会做这件事情 他会够狠 他会顺势加码 来推升获益 只有这样 才能彻彻底底的 掌握到今天的行情 那我怎么做这样的动作 来 9.27分 清代班的会员 这只有清代班才有 清代班的会员才有 其实刮定价 9204 再加码做多 夭壽二十口大台子 再加码做多 二十口大台子 我说光是做对还不够 还不够成为一流的老师 你想要成为这两个字 那没那么简单 你想要成为齐王 你就要够狠 因为只有够狠 你才能够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各位 9.27分 我请会员定价 9204再加码做多 这个清代班的会员 我目前手头上有带三个 你在看我的节目的话 如果我没有叫你做这一笔 大台二十口做多的话 你所缴的那几十万的会费 我无条件退还你一百倍 我无条件退还你一百倍 各位 我说到做到 这只有清代班才有的讯息 我说要成为齐王就要够狠 9.27分定价 9204再加码做多 而且做多二十口大台子 在9.38分 全部穿价成交 对价对时 来 这9.38分你看到什么 9201 9202 9201 9201 9201 我们请他们在9204加码做多 全部穿价成交 我也用电话确认过 我也用电话亲自本人确认过 赚完这笔多单之后 你说普通会员怎么办 普通会员不用紧张 来 9.46分你再继续往下看 旗子又今天又突破了 我们的天线压力 我们今天的压力又没有防守住 突破天线压力之后 我继续请会员在9226附近 再加码做多一笔 各位 这全体会员你都收得到啊 清代班在9204加码 我们全体会员在这里再加码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子 那我想请问全国投资朋友 当你今天在那边傻傻看一整天的时候 来到这个价位 你有没有胆识再做多 有没有 各位 齐王的价值在哪里 齐王的价值就是 在趋势盘发生的时候 我敢做这件事情 它叫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各位 所以说我一样看对行情 那个看空啊 赔一屁股我们今天不讨论 今天看对行情啊 不见得每个都赚钱 还有人赔钱 还有人看得到没赚到 各位这三种情况你知不知道啊 那万一你很不幸的 你被我讲中的话 你来看一下 我为什么能成为一流的老师 而你却只能成为二流三流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 这差别在哪里 有没有这个胆势嘛 什么叫胆势各位 什么叫胆势 什么叫做英雄 来八点四十六分 谁敢做多 谁敢做多 用试驾敲 谁敢 我也知道你今天看多了啊 欧美股市昨天涨 日韩股市昨天也 今天早上也涨嘛 你也我也知道你看多嘛 可是你敢不敢像正义杰这样 来 8点四十六分 9175 多单进场 亚洲旗王不是随便叫叫的啊 各位 要有真功夫真本事啊 各位 来到收盘我们来算一下 来 12点47分 拉近 9175多单与加码多单 还没有出场的 一律就按照收盘价 出清平仓 各位今天收盘价多少 9239 我实在不会算了 9175多单到9239涨几点 两口单涨128点 9204加码多单到收盘涨70点 9226加码多单到收盘 他叫9239涨26点 来一比一比来算 70加上26它等于96 96再加上128 一共大涨几点 224点 大涨224点 各位大涨224点 我说今天啊 到底谁是一流的人物啊 一流二流三流 一样都是看对哦 我讲的是一样 在今天都看多 不是看空哦 一样都看对哦 还区分成三种人哦 一流二流三流 输赢的关键就在这个时刻 8点46分 你敢不敢试驾就进场 你敢不敢这样做 你敢不敢这样做 亚洲奇王的价值就在这里 就在这通抠讯来拉近 8点46分 再让投资朋友看清楚一下 其子目前在9175附近 直接试驾做多 各位 各位 那到了结果你知道这通价值啊 这通讯息价值多少 光这通8点46分的抠讯啊 到收盘它就价值了128点 到收盘它就价值了128点 接着清代班 我们是加码20口 我只算两口 我很客气哦 我加码 请他们加码20口 我只有这边写两口 很客气哦 到收盘涨70点 如果是20万 麻烦你再多一个零 它叫700点 它叫700点 各位 我只算70点 很客气 926再加码做多 到收盘涨26点 今天的成绩大涨224点 那么投资朋友 同样是看对的你 你到底今天赚钱了吗 还是做到一半跑去做空 赚钱变赔钱 各位 那另外一种人 自以为聪明 就只有你以为买在最低 然后呢 等了半天 行情涨上去 越等 它涨得越多 你越不敢买 浪费了今天的行情 但是真正的一流高手啊 看对时机啊 毫不犹豫就进场 毫不犹豫就进场 想都没有想 还有什么好想的 既然国际股市一片乐观 有什么好考虑的 就直接试驾做了嘛 各位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分析专业操作 绝非保证缺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 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 不代表未来绩效 而且我要强调的哦 我们这些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 都是在分析这个指数 它的一个涨跌点数哦 不是在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操作绩效点数哦 为什么 我来分析给你听 这个是清代班啊 普通会员你是没有这个讯息的啊 所以这不是我们的绩效 这是涨跌点数 有些人 有三个人 三个会员清代班的 他们在这个地方加码 做多20口 这个清代班也有做 这个清代班也有做 这个我特别要求他们加码 一笔单就是20口 20口 20口 清代班是这样做 一般会员就是两口 这边有两口 这边有两口 就只有这两笔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哦 这不是在讲我们的操作绩效点数哦 可是投资朋友你有眼睛你是血亮的啊 你绝对可以很清楚的分辨 我们今天这样做 到底是对还是错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说投资朋友 你在过去如果真的输很多的话 你翻身的唯一途径 只有在做对的时候 要像真一姐这样 赶报 加码 重压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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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办得到 所以我说你还在跟着那些其他老师啊 跟了一个月两个月都没赚钱啊 还在那边期待剩下的会期可以帮你赚到钱啊 好好想一想 该不该换人了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该不该换人了 我说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你的现状 都没有赚到钱 还不断的在赔钱 你一定要从结缘开始 跟谁结缘 你当然要跟一流的老师结缘嘛 你怎么可以去跟那个便宜 会费的三流老师结缘 不过你贪不费 而且时间不用太久 你短期先感受 你试过自然成主顾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也一样 我们继续 延续昨天的最低门槛 这个结缘价 想成功不想成功啊 这都在你一面之间啊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跨出那一步 就差那一步而已 各位 好好想清楚你的下一个动作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喂 以前好吗 以前好吗 好啊 喂 怎么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还能看估计吗 好 赞 老板 帮我打气 加油 不是啦 老板 打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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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补胎啦 补胎啦 不是败啊 又败 你败啊 这場的长盛军亚洲头固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固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固 亚洲头固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 2578-3777 2578-3777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股项绿咖喱新上市 齐王团队齐过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横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鸡不可施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过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过 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中原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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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珍情照顾 自己电话 平等2578-3777 2578-3777 马带夜分解查 解由你 差无比 爱之为马带夜分解查 新上市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想在上半段的节目里面 我已经很公开很透明的分析 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 那投资朋友 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看对行情有三种人 你是属于哪一种 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我想你自己最清楚 那刚刚上半段的节目我说过了 我今天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分析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 上半段已经分析得很清楚 下半段 有一些肺腑之言 我想要跟现在此时此刻 你还有在上电视的头顾老师 来做分享 心得分享 我想每一天 我到摄影棚录影的时候 总是在摄影棚里面 都有好几个老师 坐在那边聊天 那我总是在整理我的资料 我很少参与他们聊天 那经常可以听到一件事情 好几个老师 特别是做期货的 他们都会聊到 前一波8800涨到9500 这个大多头 这个期货会员好难收 头顾快做不下去了 每天我都判断 我都分析得这么准 可是都没有人愿意 打电话来参加我 我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话 我想要在这边告诉全国 你现在还有在上电视的头顾老师 如果你正在看我的节目的话 我要讲一些肺腑之言给你听 其实各位 你们每一个跟我一样 我们都能够考上 证券分析师也好 期货分析师也好 我们的专业知识一定有到达一定的水准 你绝对不可能是不准的那一位 你绝对是看得很准 分析得也很准 我都相信 可是问题今天出在哪里 为什么你会这么感慨 感慨投顾业你做不下去 招收不到会员 在这边我要用我的肺腑之言来告诉你 就拿今天的行情来讲 各位 当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各位分析师们 你们是不是还在看盘吃早餐 还在泡奶茶 还在喝奶茶 还没出手 对不对 或者是你正从家里准备要出门去上班 根本连公司都还没到 你们是不是这样 我所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并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准 你们会收不到会员的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你们不够认真用心 各位我拿今天的例子来讲 今天如果他是你的会员的话 他在心里面有多渴望 你能在第一时间带他去做多吗 因为他已经看多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今天整个日韩股市表现也很好 他现在劝缺的就是你的临门一脚 可是你当时在干什么 你可能在吃早餐在喝奶茶 你还没出手 这个时候 有一位认真用心的分析师 他出手了 各位 这个就是结果不同的原因 投资人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需要你用心 你在他们内心想做多的时候 给他们临门一脚 在8点46分的时候 你就大胆的告诉他们 不要怕 曾老师带你做 9175附近就直接试驾做多了 你们知不知道投资人 要的是这种用心的态度 要的是这种用心的态度 他们并不是每一天都看错行情 他们今天看对 可是因为今天如果你不像曾英杰这样 在8点46分就在他们做多的时候 我试问你 航情接着往上涨 你有没有胆识再去追多 你一定没有胆量嘛 因为你已经错过了早盘 这个最加买点 再一开盘嘛 最加买点你错过了嘛 那怎么可以怪说 人家不愿意参加你 各位 一样是在看盘 有些人还在吃早餐看报纸 还在喝奶茶 曾英杰做了什么动作 曾英杰做了什么动作 各位 这铁证如山啊 你是我的会员的话 我想你看到这里 你应该感动的掉眼泪了吧 我每天大概啊 8点整 8点整啊 告诉各位啊 我都到公司报到 每一天都一样 只要有开盘 我8点就到公司报到 所以当这些人在说 哦 投顾界快混不下去 快收不到会员的时候 我一个字都没有讲 我只想要留到节目 跟这些投顾老师来分享 各位人家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人家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今天这么好的行情 你有没有带会员做多 没有的话你凭什么抱怨 涨上去 你有没有带会员再加码做多 没有的话你凭什么抱怨 各位 再涨上去 你有没有带会员做多 没有的话你凭什么抱怨 虽然你看对了 你认为今天会涨 你是看对啦 可是会员要的不是这个啊 投资人要的不是这个啊 投资人要的是什么 各位 他要的是一个用心的老师啊 他要的是一个用心认真的老师啊 他要的是一个用心认真的老师啊 会解盘不等于会操作 各位老师们 你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啊 未来绝对会越来越竞争 绝对会越来越竞争 你只要没有本事带着会员 真的在实战当中 战胜市场的话 他们一定会远离你 他们一定会远离你 我希望呢 当投资老师你看到我这一番话 你听到我这一番话的时候 你要有所呢 改进 真的要有所改进 不能再这样了 这个现在这个投资环境是非常竞争的啊 你没有真本事话 没有人会相信你啦 各位 今天我们的成绩是这样 我不是在向你炫耀各位老师们 可是我真的就带会员做这些事情 8点46分 你还在吃早餐 甚至你还在家里的时候 我就带他们做多了 8点46分 你看看光这个用心 到收盘 我们之间的差距多少 我跟你之间的差距 我光这通讯息 我有带会员 我给会员信心 叫他们去做多到收盘 你看两口单128点 这是不是就是用心的差距 而且这通讯很重要啊 今天在8点46分 那一刹那 你没有出手进场的话 你后面的你根本连进都不敢进 为什么 因为行情它越涨越多啊 你会越买越贵啊 各位 看一下洪天磊 越涨越多 你会越买越贵啊 我想我讲的这一番话 应该很多投资老师 也看到你也听到了 我没有再取笑你们 我认为大家都一样 都是来这边讨生活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吸引更多投资朋友 各位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到 它叫做成功 你一定要比别人更用心 更认真 什么叫用心 8点46分 给他们信心 带他们做多 我想我讲到这里 也许有很多会员 你看到这里已经感动得掉眼泪了 可是这没什么 这是我阴尽的本分 那么你还不是我家族成员的话 我说了 你现在还跟那些老师的话 我坦白讲你自己看着办 我也不想说 在雪上加霜 人家已经不太好了 还这样子 你要自己看着办 你要会判断 你要会判断 什么人才认真 什么人才用心 想改变一切 我说你一定要从结缘开始 跟谁结缘 跟一流的老师结缘 短期先感受 试过成主顾 你真的 有心的 你想要重新再来过的 这个最低门槛 就是我们结缘的开始 这个结缘价 我希望一切从结缘开始 但是前提是 你就算你过去受伤很惨重的 你也必须要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你也必须要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那该怎么做呢 好好想清楚你的下一步动作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片双方是我们生活的根本 一年才有一次收成 更好多吃多吃 所以无人好天后 我们都早上出门到风险 更累也不敢天空 收拾机可开车 如果开车 我们都靠三更厉害一会儿 保留财 那一会儿 明天才几个 投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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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